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試看這個沒錯嗎 看這一台沒錯嘛 因為它比較矮 它今天比較矮 畫面OK 對 謝謝 好準備 這個有人寫出來 不可能 我們兩個太久了 1 2 3 獅子 這種雙子 雙子兩個性格 一個是善娘 另外一個也是善娘 對OKOK 茄子 完成自己的夢想世界冠軍 沒有 覺得自己最少女心的興趣 我喜歡李宗碩 最害怕的東西 蟑螂 會飛 會飛的 比賽前的小怪癖 小怪癖 東西都要擺整齊 萬一在球場上被架怪子 我是移抱之暴型的一定會打回來 全身上下受過傷的地方 三個 左系開刀一次 右系兩次 單場得分最高紀錄 83分 雷鬼頭和光頭選一個 雷鬼頭 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主播 人運動週季 我是曾華盈 我是YY 很開心又跟大家見面囉 那今天我們一樣 會有一位直播大來賓來到現場 大家都會跟大家互動喔 而且今天我們還準備了很好的禮物 要送給大家喔 是怎麼樣的禮物呢 今天我們真的超夠誠意的 我們準備了我們的那個經典中的經典 然後非常漂亮的羽毛球拍 這是我們的萬中選音的羽毛球拍 它叫做烏缺 烏缺的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球拍它成型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瑕疵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機率 有辦法達到這個水準 導播可以幫我tag一下這個球拍嗎 可以嗎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這個 這是它的碳纖維的那個紋路 然後它的整個顏色是非常的漂亮的 往這邊帶 然後這是它的拍框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它是沒有網子的喔 因為這個是屬於專業的選手拍 所以它的棒數可以大家自己去拉 然後它最適合的棒數大概是26磅 可以拉到最高可以到30磅 它大概就是那種 像凱欣這種很厲害的選手在用的拍子 但是它叫公主拍 好浪漫的名字喔 對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得到這麼好的禮物呢 就是如果你是我們主播運動週記的粉絲 tag你的兩位好友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然後記得分享今天的直播 這是重點 對 要分享今天的直播 就有機會拿到 這麼專業的 我們特別為大家準備的羽毛球拍 對 要把握機會喔 選手級的 那當然今天一開始還是要來看一下 我們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名人專訪的部分 今天要看的是 甜心神射手吳佳瑩的專訪 好 今天主播的運動週記 我們非常開心邀請到甜心神射手佳瑩 來到我們現場接受我們的專訪佳瑩 好 大家好 我是設置選手吳佳瑩 好 今天非常開心 跟佳瑩見面 然後佳瑩跟妳開始來聊這些話題 我們先想要了解一下說 妳是由跆拳到轉空氣槍這個項目 除了身高的原因之外 可不可以跟妳講一下說 妳覺得空氣槍這個項目 什麼吸引妳的原因 就是其實我那個時候在練台水 然後後來轉設計 我覺得中間落差蠻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東進階儀的運動 然後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因為其他有很多進擊項目 都是在跟人家進擊 對 然後其實設計運動的話 就是把自己管好 然後把自己的動作做好 然後完成比賽就可以了 我真的還蠻喜歡設計這項目的 而且我也比較不會受傷 比較不會有外傷 那我們知道說妳的槍坡上面的貼紙 是比賽檢驗裝備的陣子 有沒有哪一個貼紙 讓妳印象特點宣可 其實因為我們驗裝備都會 驗完之後合格之後都會發貼紙 然後貼紙貼上去之後 也算是一個紀錄 然後我們就覺得貼的滿滿的 然後就覺得好有成就感 然後讓我印象最深刻應該是 奧運的貼紙吧 對 然後因為奧運的貼紙就是 我覺得貼在牆上面就非常的光榮 就是有一種 欸 我打過奧運欸 而且就是可能 以後拿出來再練的時候看到他 我會覺得就是還蠻有力量的 夏天如果有非常像那一次去奧運比賽 對 妳的特別印象感想 那次其實行程有點趕欸 對 就是我們可能剛去那邊 然後 我們是第一批去的 然後到那邊去之後 我們就趕快裝備檢查 然後檢查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 夏天訓練大概幾天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比完 我們就比賽了 然後比完賽大概 隔一天我們又回來 對 就是很趕的行程這樣子 這是應該跟很多高手一起比賽 然後又登上國際的殿堂 這樣子感覺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感覺雞皮都當然行 這樣子 而且就是會 呃 會覺得說 欸 我今天也站在這邊 那 就是 真的要好好的來 努力加油 去打這場比賽 那接下來對自己的想法更有話 接下來的話 我會去韓國世界盃跟德國的世界盃 然後 再來就是 八月底的亞洲運動會 對 對 就是一名 希望還有機會再一次考這奧運嗎 嗯 我會盡力 因為我們要去奧運的時候 我們要先取得那個參賽資格 沒錯 對對對 然後 取得參賽資格的話 才可以順利的前進奧運 然後測試 我目前的規劃是先設在亞運 然後亞運結束之後 再去拚奧運的資格上 我們剛看到嘉穎跟我們分享她的近況 我覺得她真的很厲害耶 而且很有目標 對 而且她長得真的還滿甜美的 當天來專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顏值很高 非常 然後又是國手 真的覺得非常開心認識她 那今天呢 我們待會也會有很厲害的直播大來賓 是 來到現場跟我們做直播 然後跟網友做分享喔 她是誰呢 今天是凱欣 張凱欣 然後她是那個女子的雙打跟混雙的選手 哇 張凱欣要來到現場跟大家做直播的互動 所以如果有網友或是粉絲 想要提出什麼問題 現在趕快把握機會 現在留言 對 我們待會兒就會讓凱欣在現場 跟你做即時的回覆跟互動喔 是 當然也要把握機會 要分享今天的影片 然後成為粉絲 並且幫我們tag好友 就有機會得到我們進行準備的公主拍 公主拍 非常的特別喔 其實這支拍子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她其實拿起來很輕 但是她實際上沒那麼輕 因為她有特殊的設計 就讓她的平衡點比較厚黏一點 哇 所以呢就是 然後桿子也稍微比較有彈性 比較軟一點 所以呢如果是女生很好使力 就算你力氣不夠大 你也會覺得很好使力 對 我之前其實帶著這支拍子 去跟一些羽球社團打球 然後他們看到這個 都覺得外型非常漂亮 然後都跟我接去拍 真的 然後他們覺得還不錯 這支我要自己收藏一次 對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提供作為獎品 希望大家要把握機會喔 對的 記得分享今天的直播影片 對 要用力的分享出去 那再來我們繼續看一下 吳嘉穎的第二段專訪 我們這個項目是 我們這個項目是 怎麼說 需要靠身體的記憶去 對 因為很專訪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要每天去習慣它 就是每天的訓練去記憶它之後 我們才可以在比賽的時候 發揮一個很順暢的動作 對 對 所以要花多少時間來做這樣子 專長運動時間的話 大概一天最少有五個小時 哇 五個小時沒久了 還蠻久的 大概我們會分成兩餐 就是可能早上一餐 然後下午一餐 用餐啦 其實 對 就跟吃飯一樣 因為我們就把它當吃飯了 對 對 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難克服的地方 是什麼 比較難克服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算是 每一個我們在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會到不同的地方去訓練 然後 其實每一個場地的環境還有狀況 然後 濕冷度啊 溫度啊 就是其實都不太一樣 這些其實也間接地會影響到我們的重備 對 然後 然後 最難克服的應該就是 我們的 小寶貝們 就是可能到了一個人生地步手的地方的時候 就是可能要稍微 讓它適應一下 然後我們也去適應一下我們的狀態這樣子 對 對 所以在不同的環境 他們 可能會出現哪一些 呃 哪一些狀況啊 就比如說到比較冷的地方去的時候 對 我們的手 就是 可能會比較僵硬一點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也不能說就是帶 我們不能戴手套去 就是 進行升級 對 所以就是可能我們就是衣服穿很厚 但是我們的右手要露出來 對 然後我們的手指會降硬 對對對 然後就是 我們在壓滿肌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不小心走過 或者是 不小心 嗯 還沒有瞭到點 然後但是我覺得已經激發了 這樣子 對 然後我會說 欸我多壓 怎麼子彈出去了 這樣子 對 這其實是比較難可控的 那你認為你自己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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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如果我也喜歡 設計 可是我不可能 不可能設的跟你一樣好啊 所以 就說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在這方面做的 可能也好 可以的原因是什麼 你的優點 這個的話我應該是比較屬於 可以馬上進入狀況的一個 對 就是可能我上一秒還在跟你說 小小然後我上一秒就是直接就是 喔好我要比賽 我走了 我先走了吧 對 然後往上把心情進加來 準備 就是等一下我們比賽 對 就是其實我也算是一個要求完美的人 OK 對 然後我會希望說 就是我的 每一把 都達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我希望我 他就乖乖的去那邊 對 對然後所以就是我會 打不到的時候 我會一直 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 然後我會覺得說 欸我其實我一定做得到 不要這樣可以 我也一定可以 對 然後就是這種要求完美的心情 然後我會去 心力達成 對 心力達成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佳穎其實分享了一些 平常不會在其他地方看得到的 一些心得 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每次很多選手他們把 除了在場上表現很好之外 他們也在這邊透過我們這個平台 可以傳達出一些 他們比較不為人知的部分 對 我覺得這些故事也都讓我們覺得 還蠻好的 所以待會呢 凱欣又會來到現場 跟我們做很好的分享 然後網友們一定要把握機會 想要問什麼問題 現在就可以提問喔 對的 然後也要把握機會 抽獎 參加這一次的抽獎 我們大家很少 我們最近只要有羽球類的選手上來 我們才會送球拍 然後今天這一支還特別的好 是我們今天要細選的禮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 是 沒有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佳穎的最後一段訪問 我覺得其實也要感謝這個 禁遇 對 然後就是其實也讓那些人 就是知道射擊這項運動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就是會說 我是射擊項目的 但是他們通常都會認為說是射箭 對 對 對 然後 你是射擊的喔 我是射擊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其實也很難看清楚 就是讓人比較多人知道 對 對 你自己未來的想法 因為其實運動員的生涯 對 其實到了一定的禮物之後 可能都要思考一下 對 未來的發展 那你自己的想法是 嗯 其實我現在目前也還是碩石神 對 然後我是希望說就是 這場亞運結束之後 我想先把我的碩士的學程 先完成這樣子 對 然後這中間我一樣還是會一樣繼續的進行訓練 對 因為行射擊這項運動 呃 然後可以打的那個年齡應該可以舉辦狂的 對 那所以未來 有可能轉移教練 就是想要 就是你教練或是說其他的想法 我比較想要當選手 對 對 我想要一直當選手 對 對 OK 那你們說是學會 有什麼時候 有可能考慮設施以外的 其他的領域的工作 其他領域的工作 其實目前還沒有想太多 但是我其實 因為我很喜歡學習 對 然後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其實我都會想要嘗試看看 對 然後也算是可以 體驗一下是不同領域的工作性子 嗯 然後 嗯 就是也算是為大家 進一份心理這樣子 哈囉 我們今天的直播大來賓已經來到我們現場 他就是凱欣 對 大家打招呼 各位粉絲大家好 我是姜凱欣 凱欣在羽球界算是我們表現非常非常好的選手 為台灣爭取了很多的榮耀喔 那不過今天原本 有一位另外一位你的搭檔要跟我們一起來 是的 就是盧靜瑤 本來要來現場一起直播的 不過因為靜瑤他有一些 就是訓練上的 習成的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今天就沒有來到現場 那凱欣可能就是 待會我會回答網友 真的嗎 你生氣了嗎 一點點小受傷 好的 那沒關係 這個私底下你們再好好的去解釋這件事情 對 我已經打電話給他 好 然後呢 不過由於 靜瑤他也感到很抱歉 所以 他還是有所表現的 所以他有 有用一段影片來 回覆網友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靜瑤的簡介之後 然後呢 他有回覆了網友很想知道的問題 對網友問說 很多網友問說 因為靜瑤他打男霜也打混霜 所以大家都說打男霜跟打混霜 有什麼感覺不一樣嗎 對 好我們就一起來聽看看靜瑤怎麼說 好 好我們馬上來看一下靜瑤他今天準備了影片的內容 我們一起來看看 Cue 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靜瑤 然後我跟凱希 下一個比賽在印第超級賽 這部分 我想要回去看影片 才聽得到聲音 好 他們有聲音 混霜跟男霜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在於 因為混霜一男一女嘛 那 男生大部分會攻擊 女生 所以在戰略上面會 就是會有所不一樣 不會 謝謝大家 掰掰 好啦我們看到靜瑤他也特別準備了一段影片 那這樣凱希有沒有稍微不生息 有看到他自己參與了 至少他有在這個平台上面 有跟你一起出現在這個平台上 遠距離的感覺 雖然也沒有辦法同台 但是他至少還是聊表心意了 我覺得這樣應該OK了啦 只是你們私底下 對你們私底下可能還是要好好的 揍他一個 可以再聊一下這樣子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 凱希來到現場喔 那相信有很多的網友跟粉絲 一定有很多問題想要問你喔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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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的 對 對的 科學 好 很大 沒有 對的 你還知道要來喔 你還知道要來喔 好啦 看你們要不要在線上回覆一下喔 可以做線上的回覆喔 你想線上要問凱欣什麼 你們也可以一起問 對啊 或者是有什麼 想要跟凱欣講一下的可以 對 告白要告白 好啊 那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其他的網友有什麼 網友再來就問說 身高有沒有影響 關於打羽球這件事 當然是越高越佔優勢喔 真的嗎 對 就是你的手長腳長 就會可以比較省力 但是矮的人就有自己的打法 像現在戴姿穎他其實身高也不高 可是他靠他的腳步跟臉摸 很敏捷 對 所以其實也可以占有優勢 但國際上來看 基本上還是會希望是 越高的選手是越占優勢 像阿瑤這麼高 所以他就打得很好 了解 不過他跟柏涵的高低差其實 搭配得非常好 對 柏涵主要就是可以很快 然後往前去組織控制球 然後盧健郎就是想辦法製造攻擊 一直想辦法攻擊 然後就可以得分 對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網友還有什麼問題 網友還問說 你覺得哪一國的選手 他們的訓練制度是最好 因為你打過這麼多國際賽 有沒有很羨慕他們這樣 目前現在看到比較完整 出來出國比賽比較完整的就是日本隊 對 怎麼說 日本隊他們除了就是自己有總教練 然後也有請外籍的教練 然後去不管是在馬來西亞的也好 然後也有請韓國的教練去支援他們 然後他們這樣整個教練團隊就很完整 然後還有他們的出國會帶一些 像是體能訓練師或是營養師 就是監控他們的一些營養狀況 我覺得看起來是非常完整 希望我們的機會像中華隊可以比較越好 對 很好 真的 看起來有差耶 對 就很完整 可是台灣就是中華隊也其實 教練團也算是人數滿完整 對 柏涵他在線上回覆了 他說凱欣是混雙織花 說你很承認 謝謝 愛你喔 柏涵 謝謝柏涵 謝謝柏涵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網友有什麼樣 跟羽球相關的問題 其實這網友接下來這個問題 他對凱欣有一點了解 他知道凱欣以前跟周天誠配過 所以他說 那周天誠跟盧敬陽配搭你有什麼感覺 那個阿瑤他也在線上說了 他說我搭檔怎樣 他其實還讓你講知道這個問題 這會不會害你得罪人 要好好回答 跟周天誠那時候就真的是很年輕的時候搭配 青少年輩的 對 那就是充滿了一股熱血 他也想要去爭戰世界的感覺 然後跟阿瑤那時候就是一個感覺 已經成熟了 沒有 那時候就一開始也是插出新火花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配 新火花嗎 那個時候 對 那時候世大運的時候是完全沒配過 沒配過我們就拿下銀牌 第一次搭檔太厲害了 好神奇啊 所以就是也很開心 所以兩次跟他們配就是共同點 就是兩個人都是第一次配就達到好神奇這樣 就很開心 那我覺得凱欣應該是 我覺得可能是凱欣本身 對 你有什麼特質 跟不同的搭檔都能達出好神奇 我可以問一下題外話 就是第一次配你們之前不用稍微練習一下嗎 有 就是出國之前我們有在主訓去受過大概一個多月的訓練 對 因為為了這個搭檔稍微受一個月的訓練 然後上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個是銅牌一次是銀牌 對 好厲害 第一次組合就這麼有默契 對啊 超神奇的 有時候還是要靠一點當下的運氣跟狀況 不過實力也很重要啦 是 好 我們再來看看網友其他的問題 那你心中覺得 網友問說你覺得最有默契的搭檔 不一定要男生囉 女生以前因為你有打女雙嘛 所以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們在線上喔 沒有啊 默契其實我覺得 當然現在跟女雙的搭檔 我們就是每天練習 所以相對來說會比較好一些 可是就是在 因為阿瑤啊 或是周念辰 像是我現在女雙搭檔思涵 他們都是個性都非常好 然後所以他們都很好溝通 就等於溝通起來就是很輕鬆 像他們都很搞笑啊 就是很會耍白癡這樣 所以就是溝通起來就很順利 基本上 兩個人能夠溝通的話 就是可以讓整個成績會變更好 對 所以其實在你心中覺得 你的搭檔都很不錯是這樣嗎 對 比起他們我可能比較安靜一點 他們就是屬於比較開心 活潑內心 其實這是一種互補耶 對 而且我今天早一點的時候聽你說 羽羞群人都是比較悶騷 對 就一開始你看到他都覺得 好像很文靜 然後就不講話 可是就私底下其實他們就是放很開 要熟了才會放開 好像聽說阿瑤就是這樣的嗎 對 他一開始就感覺好像中正經 然後後來就 他就爽開始 阿瑤比較像是 隨時都很開 不過他有時候私底下就更開 私底下就更開 原來如此 對 好 那我們繼續看看 網友有什麼樣的問題 大家要把握機會 這是難得的機會 可以跟凱欣在線上互動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比較跟技巧訓練 可能凱欣就很有經驗 可以幫大家回答了 比如說 有萬分說要如何控制力道 才不會讓他出界 因為有時候打太用力的時候 他就出去了 基本上看是 上手球還是第一手的球 所以主要的話通常都是 就是手背用太多 所以導致於 球就會很快就飛出去 所以羽球的話 要多用一些 小手臂跟手腕的力量 就是這一段 對 去控制球 才不會輕盈的就飛出去 這段還不容易 因為我自己 最近才開始練習 然後大家都說 你這個很像孔安耶 你手伸那麼遠 然後也不過打這樣 就是有點不協調 不流暢 很容易就不流暢 好 所以凱欣說 要多做訓練這一段 這個建議非常非常好 那朋友還有問說 那如果擊球不夠力 到底是姿勢還是背力不足 其實這兩個狀況都有 那主要是 依你專業經驗 你覺得比較多人 常有的狀況 到底是他姿勢不對 還是他背力不足 如果是比較偏 初學者來說的話 通常是姿勢不對 然後導致他就沒有辦法 不會實力 所以你不會實力的話 你球就會打不遠 怎麼用力 但是你就沒有辦法發揮到那個 傳到球牌上面 那你就沒有辦法打出去 所以姿勢 就是要找教練好好練習 或者是上網 有人在教這些羽球的姿勢 姿勢比較重要 先練對 對 OK 那我們再來看看網友的問題 柏涵他又發言了 他說凱欣球打得好 也很會念書 真的 師大博士生 運動 運動員的學習對象 學習對象 柏涵對你的評價很高 他非常了解我 真的耶 他還是你的粉絲吧 他愛粉絲 好 謝謝柏涵 那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網友 想要問什麼樣的問題 網友問說 那要如何練背力 靜瑤他也回覆了 剛剛凱欣 對於 靜瑤很棒的開 靜瑤回覆了四句話 他說我很正經 我們大家都懂就好 這個畫中有畫喔 對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網友 網友 剛剛有問說 那要如何來練背力 假設你已經姿勢對了 那背力怎麼辦 主要我們通常都是用啞鈴的 或是 現在其實外面的市面上 也有賣那種比較重的球拍 你也可以去買重拍來練習 揮拍 所以讓你這邊可以增強 可能就是手腕躲扣的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用啞鈴 了解 好 那 如何選擇拉線的棒數呢 這個問題在網路上吵得超兇 所以網友想要天津選手的說法 沒錯 棒數好像還蠻重要的 對 都說什麼 林丹打30啊 然後誰打32啊 其實如果 當然就是看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 初學者的話通常會 比較拉比較軟一點 因為你可能球會打不遠 沒有辦法實力 就是剛剛說 沒有辦法實力的話 你的球就飛不遠 然後如果是比較專業的話 像我們打久了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自己的力量 所以就是 比較偏比較重 可能就可以拉到 像我自己是打28 但有些像男生 很重喔 對 如今他們應該都是拉30幾 30出頭 對 所以是 一般的話會建議不要拉太硬 然後因為你的力量 如果你越熟練的話 你就可以越往上增加 OK 我要補充 因為呢 大家有 像老闆都會 那個拉線老闆都會建議 如果你是新手 其實拉個22到24就可以 然後凱欣已經拉到28 很多人都說 有些選手他們 其實26以上是選手 才會有那個力氣可以需要 才可以拉得上去的棒數 基本上就是 通常會建議就是拉24 如果初學者一般 然後後來大概20 可是因為每家 每個人拉有點不太一樣 會跑棒 所以如果26以上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已經可以 很熟練地打一些基本的動作 那就會慢慢變比較重 OK 好 我們看一下有網友胡雅文 他說凱欣很優秀 你認識他嗎 他是我大學同學 好 同學 謝謝同學 就是 運動得好 然後也很會念書 然後有一位網友江凱元 想要問凱欣 如何做好時間管理 這位是 我哥哥 難怪我哥哥 很像 哥哥 上線來問你時間管理 是有什麼緣由嗎 因為我平常真的是很忙碌 太忙碌了 像剛剛博凱的時候 我就在念書 所以又念書訓練 所以時間都很滿 所以就很少 就是因為他現在在美國 所以我們又有時差 所以就很難聯絡上 OK 所以這個問題 OK 那你如何做好時間管理 你覺得你做得好不好 當然如果還可以更好 可是就是盡量我覺得 就是你自己心態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 你就因為雖然訓練完 都很累很想睡覺 可是如果學校還有其他的事情 的話你就必須安排好 可能就每天 至少要安排兩個小時 去放在課業上 然後其他的時間 再做一些治療或是收藏 對 OK 我們在線上有馬來西亞 跟泰國的球迷 對啊 你粉絲好廣 凱欣跟他們打個招呼 大家好 希望可以在比賽 再見到你們 對啊 很開心大家都一起來 支持這段直播 然後我們要把握機會 看看網友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時間不多了 趕快看看 最後幾個問題 好 那網友還有問說 要如何訓練救球的技巧 這個還滿重要的 對 尤其是這應該是你的強項了吧 算是 對 主要呢 我覺得如果要救球的話 身體跟腳 比手要來得更重要一些 因為你通常 你如果有些球來不及的話 你如果腳不夠快 或是你沒辦法飛撲去救的話 那你球基本就打不到了 所以已經敏捷度 對 腳步的啟動 所以比較重要 對 對 對 那我們再看看 還有網友問說 那要如何去避免把球打到球框上 這個問題 這問題 我好想知道 這是出學者最想知道的問題 你不會是建議他乾脆拿網球拍嗎 就是買大拍面一點的球拍 拍面大一點 對 沒有啦 一開始因為通常教練教基本動作的時候 揮拍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因為你手腕沒有把它轉過來 因為這樣 基本動作是這樣子 然後往前揮 那你剛好就是框會碰到球 但其實你的手臂要往前轉 面向球一點 你的球拍拍面就會打到球 就會比較不容易打到框了 因為基本上因為框應該是比面還有小 所以打到機率應該不會太高 了解 所以是你覺得應該是他姿勢不正 他沒有轉過來 對 手臂 對 沒有轉 那我們再來看看網友的 好 有一位網友 叫Snowlight嗎 Snowlight 他說從小看到大好優秀 到底是他比較大還是你比較大 應該是網友吧 應該是支持你的粉絲 對 謝謝Snow 那我們再來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的話 最後一個問題網友問說 你建議小朋友幾歲開始學 如果想要讓他們練羽球 小朋友 小朋友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大概正規正常接受訓練的話是三年級 可是很多其實很多像小代他們都其實一開始幼稚園的時候就已經碰到球 所以當然是越早你對羽球有興趣的話就趕快接觸 因為如果現在到國中才開始練的話就有點太晚 所以幼稚園就開始 哇那真的是從小就開始 不一定要很嚴格訓練 就是至少要引進去有點球感 因為羽球的話其實手感是非常重要的 嗯 了解 好 那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凱欣跟我們來現場 也希望我們未來有機會我們再把靳瑤柏涵也邀請到現場 我們來一個女球高手的大會談 對 同樂會 同樂會 類似這樣的活動 可以他們也來證明他們自己 沒錯 然後也記得大家要把握機會我們今天準備的公主拍 是 是特別為大家推薦準備的禮物 對 一定要把握機會要記得分享今天的直播影片 分享 快分享 對啊 然後要tag你的好友喔 要把握機會喔 然後你要是主播運動週期的粉絲 沒錯 好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這個有人寫出來 是不是有人寫出來 不可能 我們兩個太急 1 2 3 獅子 這種雙子 雙子兩個性格 雙子兩個性格 一個是三娘 另外一個也是三娘 對對對 OK 茄子 完成自己的夢想世界冠軍 沒有 覺得自己最少女心的興趣 我喜歡李宗碩 最害怕的東西 蟑螂 會飛 會飛的 比賽前的小怪癖 小怪癖 東西都要擺整齊 萬一在球場上被架怪子 我是移爆之暴型的一定會打回來 全身上下受過傷的地方 三個 左吸開刀一次 右吸兩次 單場得分最高紀錄 83分 雷鬼頭和光頭選一個 雷鬼頭 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 會 是 我會看到 你 是 一定會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